《兰陵笑笑声》 既然这么多人知道兰陵笑笑声 那么就有谁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呢 确实此人的真实身份一直是个历史谜团 明代沈德福在《万历野货编》中 评价他是《家境兼大明士首笔》 第一奇书《金平梅》出版大约在明万历年间 在当时以禁书兼并奇书而闻名至今 其实在现代看来 《金平梅》是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和艺术成就的 1932年 北平图书馆从山西借修收购到一部名课本《金平梅词画》 这个版本刊行于公元1617年 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课本 内容最接近原著 课本前附有一篇序 第一句话就是说 《切为兰陵笑笑声》作《金平梅传》 指名书的原作者为兰陵笑笑声 兰陵是俊望 笑笑声是作者笔名 这样就为人们考证《金平梅》的作者提供了一个新线索 山东兰陵县兰陵镇和江苏武进县 古时均曾名兰陵 但从书中大量使用山东方言来看 作者应是山东人 而不会是江苏武进县人 后来 于房文斋先生所著的《金平梅传奇兰陵笑笑声秘史》一书中指认 《金平梅》为丁纯父子之作 兰陵笑笑声就是丁纯丁为宁 兰陵并非山东一县之兰陵 而是山东五连县九仙山之阳的一条深谷 原名就叫兰陵玉 乡名俗称兰陵口子 因为书中提到的寺庙时就是指的明世宗嘉靖年间 于是更加得到确认 后来 来自复旦大学 南开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又认为 蓝陵笑笑声之谜有望在诸城找到源头 不管什么说法 国内外的金平梅学专家都正在进一步考证中 此说依旧尚未定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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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